哎呀 他戳了怎么戳呀 啊 同学都已经办好了 在这吧 哎 你爱什么爱呀 这戳戳都说好了吗 房子和车子还有钱呀 为我们 至于那个脱油瓶呀 为你 好 我只要孩子 等一下 哎你干什么 这件 这件 还有这件 都是龙哥哥给你买的吧 既然你们都离婚了 得平分了 再说了 我不分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偷我们家东西啊 行 这些裙子呢正好都是特价的 以后我也没机会穿了 你们俩结婚了 以后都留给你穿 慢慢穿 站住 哎 你说什么呢 哎 给你买这些裙子 你穿不好看你怪我啊 哎 你看看你现在穿什么样的啊 给你买最好看的裙子 你也配不上 你给我撒开 给你结婚十年 你点击了我九年 等事长等事长 等事长 本来呢我还想给你留最后一次使命 现在看来也没必要 就差我们俩今天离婚的大好日子 我就要让你俩生态已经好好看看 到底是谁 配不上谁 小弟 那你都嫁出去三年了你 你怎么又突然回来了你 就是 你看看你那副穷色样 小弟弟妹 我饿 饿 我这可没有你吃的 你从哪来的快点去 再说了 这人穷啊不懂事 这点是谁你也知道吗 小弟 我 我离婚了 没地方去 而且 我都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 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你看看你穿的 像个小大街的似的 你让铃铁看见 你给我丢了些眼的眼 小弟弟 我 你让你给我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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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用给他口吃的吧 不给 可怜是什么 他不有可恨之处 我之前让他嫁给那王老婆 他做个不天 那王老婆多有钱啊 你得下一个浓空小伙子 啊 现在好吧 一事无策才困成这个样子 怎么的 快来 我来啦 我到底啊 赶紧起来 拿着你东西 赶紧滚出去 小弟 你还记得吗 咱爹妈走的嫂 你姐我 辛辛苦苦给你拉扯大 供你上学 你结婚 为了给你凑彩礼 我一天打三份工啊 为了给你买婚房 我把老家的房子都给卖了 小弟啊 都说姐弟情 一世情 有今生 没来世 血浓于水啊 如今 你说不认我 就不认我了 我三年没回来了 你们非但不怀疑我 还对我冷嘲热讽 你要去我弟弟吗 我告诉你啊 有钱 哎 你是我姐 没钱 你是个什么玩意啊你 我告诉你啊 然然你再过东西 从我家里过出去 好 我走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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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这个呢 是你让我给你弟弟存的五十个亿 五十少啊 五十个亿 姐 你现在都这么成功啊 那你刚刚为什么穿成这样 你是不是 让我们误会吗 这不是 哈哈 我三年没回来了 全本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给你们开个玩笑 你们倒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你原来是这样啊 姐现在不得了 不得了办老板了 啊 谢谢啊姐 谢谢啊 哥们就给你看熊熊的一个玩笑 好 我今天去给你做饭啊 不必了 我算是看清楚了 你们眼里 你们眼里的亲情 在金钱面前 那是一文不值啊 有钱了 那是酒肉朋友一大堆 没钱了 那是亲戚朋友往外推 原本 我在北京给你们花了二十万 买了一套一本八十平的大司合院 现在想想 我还真是可笑啊 好自为之 你是绑架的人 你帮了我的魂 回来了 快拾你脚翅膀吧 啊 不是 你谁来了呀 哦 咱妈来了 她来干什么呀 你妈在你家是没日单是怎么着 三天两天我这好什么呀 哎 这什么呀 你趁我们不在家 跟你妈做这么多好吃的 你觉得和睿吗 王俊 咱妈生病了 一直没有告诉咱们 就是怕咱们担心 我这次就是把她接过来 带她去检查检查 哎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啊 做这么大的决定 你也不跟我上班了下班了 咱妈真的病得很严重 需要好好检查检查 不是嫂子 你们家那边是没有医院怎么着啊 那你来我们这边的医院怎么着 我们这边的医院香了呀 那就是啊 这吃饭不花钱啊 这肯定不花钱啊 哎你这个败家老娘们一天不挣钱 就要只赶在脑子的钱 王俊你怎么说话呢 给咱妈看病叫浪费钱吗 我养你这个败家老娘们 我已经够辛苦了 我还捎带着养你那个病妈呀 就是 你知道我哥在外面挣钱多辛苦吗 再说你妈那个病不就是个病吗 怎么着 不是还能死了 王俊 原来在你心里 你妈是你妈 我妈是我妈 你一直没有把我妈当做你的亲妈 行了行了啊 我不想跟你废话了 今天你把你那个病妈给我带走 咱俩的日子还能过 如果你非要给你那个病妈看病的话 你跟你的病妈一起给我滚蛋 我一直把你妈当做我亲妈一样对待 原来在你眼里 你妈跟我妈是有区别的 一直没有把我妈当做亲妈 我小军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怎么伸出你这都没了新的儿子 妈 您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呀 你别叫我妈 我没你这种闺女 我千方百计 想办法帮你们调节家庭关系 原来你们就是这么对她的吗 还有你 以后没事 少撑吧你哥嫂子的事 婷婷啊 是妈不好 妈没有教育好她们 你别生气啊 妈 我没事 婷婷没有嫁给你之前 她把所有的爱 都给了她的家人 她嫁给你之后 她把她所有的爱都给了你 给了咱们这个家 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的岳母 当成亲妈一样对待 你还听到人了 就再让我知道 你们这么对她 你怎么不认你们